非常歡迎各位來到我們阪桃堯 那各位你可以看見一下 因為我們阪桃堯這邊 我們阪桃社區 年先是一個小農村 因為阪桃社區 我們這五十年來的發展 現在已經專程做一個藝術村 大人形成全座 大人形成全座 在民國九十三年以前 這個地方是養不聖誕的地方 是非常濃厚的村口 我記得在民國九十三年代以前 村頭也沒有遭到一個公共的公共 在廟的以外沒有很幸福 在一個因緣際會之下 剛才我們的船長和船甘春 兩個在討論一個角落發言的事情 在我們的車山公園那裡 船長發得到很長很長很長 船長說算有剩一萬塊的經費 如果沒用到也是要搞長 就決定做一個綠莓畫 在那裡做一個角落公園 剛才阪桃耀前理事長在那裡 看到他們的討論就停下來 因為他們也我們在地人 一直都有一個回饋社區的心態 剛才有那個機會 他在那裡請出大英傳長說 要把這個公園做 所以他要把他出錢來做 一直跟整個經濟要完整 開始我們要整齊 要整個土壇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在想 這需要很大的 人員來到三天才有辦法 不然我們透過電話 我們的廣播系統 來結果看我們證明 有議員要出來到三天 結果很意外 那天出來七八十的人 這是從小到現在 第一次看到 針頭在那裡賣花一萬 還有很多人聚集 在共同做一項公共的工作 這是第一次 其實這個針頭 有辦法進步起來 也是那次感動 造成以後 政府推動的動力 這條針頭 是我們復興提供的 是我們復興提供的 這條針頭 這就是我們斑頭 通往北港的一條 復興提供 以前我第一十六歲的時候 就是為我們斑頭 走到這個提供 過北港一個車 去北部 北港府 然後再回來 我們家 這樣 我就是在五年以前 開始 加入那裡 家裡 要來應徵這條針頭 應徵的時候 我就會 紅昏的時候 還是早上 我就會 會沾這針頭 這樣揚走 沿著這條鐵路 走走走 還是廁棋裡走走 現在 算大大了 就覺得這個地方不用去做設計 我腦海中就一直在畫藍圖 像民造一些人物比較Q版 像這一家他們家的故事 就給他做設計 開始下去營造 在設計的過程中 我就是做一個牌子插在那裡 叫做雄仙鋼燒起來回來 做那個牌子就是我的動力 因為新港鄉嘉義縣太多 前省幾乎所有的五蚊鐵道 幾乎都是用水泥給他河買 那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怎麼把它挖出來讓它重建天治 重建天治的過程就是 我們在蓋頂菜人的過程 我們用一個農村開鴻湖 我用農村開鴻湖那個觀念 就是把所有的台灣農村 斷成那一塊 我怎麼讓它變成一個產業 我的數學是說 我們是用事數學說 我是社區廁所 水稿不通找我有效 火的效果 白鴻找我有效 社區早上去找我 幾乎找我也有效 任何二十幾乎找我 每天有效 當初來的時候我看到整個鐵道 都是連家在請到那個垃圾屋 每條街都走到這條路 要逃離這個世界 就不在這裡 不可以自足停留 所以剛剛來得很好 創業尾尖嘛 我來的時候也是農地嘛 但是在整個社造來講 聽到大空的說 打造那個 我怎麼來的 打造我們那個板頭車站 我自己也可以加入啊 我就提供一個附地 因為怎麼說呢 江財一條路 如果打造完成了以後 旅遊客來時可憐不讓我住職 所以立地比較欠缺 但是我就認為說 我來提供 我沒有使用的大部分 來提供給社區 當然成本那個 我們新港鄉蔡課長的 鼎立相志 他認同上 開始一句話 在整個加速農村這個方面 一個想帶頭 板頭裡面 有個三寶 所謂的三寶 是人這方面的 陳中正 陳大師 黃水水 還有一個鼎菜員 陳明慧 他們自願 來為這個社區來付出 這是其他社區所沒有的 他兼具的 有一種引導的作用 這值得我在這邊 來大力跟他推動 最讓人感動的 他們都是很自願地 為這個社區來奉獻 在那公部門的立場 我也有義務來幫他們 買到民國九十七年的時候 我們公司的一個副科長 他就跟我們建議說 你們要去參加農村再生的業務 一開始當初也不知道什麼事法 人家說報名上課了 就去聚集一些人出來上課 去叫一些人 但不然年紀都很大 年輕人比較少 去參加這個業務 培根計畫之後 大家上課 都跟我說 其實我們政策很多東西都可以做 事實上我們都不去做 人家在做業務 都有業務 有組織 我們為什麼沒有 從以前開始來 我們不是說 想到那裡做到那裡 我們變成說 更有系統 更有業務 更有組織 來發展社區 整個政策在營造過程中 當然也有很多困難 像我們現在住這個公園就好了 這以前是政策最大的垃圾 的地方 大家本身 全政幾乎沒有人 不要拿出來 來這裡等 包含我才來都沒 像老伯的家庭 如果你們家庭開起來 以前一般的垃圾 你怎麼想 當年也希望他撤掉 大家庭主還不願意撤掉 要怎麼辦 就做成分證了 慢慢慢慢一直到民國 九十八年的時候 我們去到水保局中 又去第一名 他們說要做一個公園 之後 我們等一下跟傳民說 傳民那時候主動 主動把垃圾撤掉 所以劃到那裡 整個不休的一段時間 大家的紛爭 所以把紛爭 無形中劃一下 而且公園來說 我們對面的阿安阿伯 他主動說 公園如果做好 他要主動做義工 所有的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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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來照顧 公園本作他要來求 他主動人用 所以整個環境的營造得好 就代表 早前這個很垃圾 現在有得變得那麼乾淨 我們出頭前一個公園 大家感覺很好 不管你 看到早前的垃圾的情形 這個感覺就是 我們在社區的營造過程來說 這是很正面的東西 因爲說大家都希望都變好 所以說 一點點一直做 從民國九二三年 一直延續到今天 今天一百年了 我們只要緊一點點 一點點一直做 你說我們的 鐵路公園出發 我們現在有車行鐵路 我們的 綿花路的路口意象 兩個人家 白路絲圍牆 兩個人家 兩個阿伯 在這裡 糖果工廠 還有我們的 富星鐵橋 我們的 我們的 月提大筆劃 兩棟 還有一些 我們的 板頭小板頭小 還有我們的 山地地井小火車 有很多很多行的東西 其實 待在外地太久了 對 我從成年就都待外地 對 待了十幾年有 就突然好想家 對 然後剛好回來發現說 其實我們算新住民 我們以前是住在北港 對 然後之後搬過來這邊 然後感覺說 這裡真是一個好地方 對 尤其是在地的這些人 其實我覺得說 我是裡面算最小咖的 我們整個社區人 大家 大人都在玩大人的搬家家酒 大家都玩得好開心 一個人出一行這樣子 對 他會來扮演一個小角色 我就來賣賓 提供客人一個可以休息的地方 這樣子 對 其實大家對我都很好奇 在這個地方擺這樣一個攤子 敢有賺錢 你敢有賺 你賺什麼 但是我覺得 我賺的比 生意很好的時候還要多 因為我就是 覺得開心賺很多 對 就是從沒有到現在 這樣子稍微有一個小小的規模 這樣子 我覺得真的是 那種感覺不是錢 可以來衡量 對啊 以前的時候 一負二本三六天 本港地區 在這裡有館生紙以外 它還有修台灣的稱號 是專性最老的最老的的地方 我們現在有一個家位 叫做重環古本港的榮耀 我們也希望說我們一天 我們可以做到 整個政策可以回到 最早的那種努力 也可以解決現在 爭上最大的一個 極所的問題就是 獨居來的問題 我們希望這一個 更多的機會 讓我們整個年輕人 不用出國的工作 在外面的年輕人 可以回到整個工作 可以做到我們家裡 是多人 感覺到我們根本的問題 相信這是很多很多的社區 想要跟我們來的問題 我們現在一月推展 希望有一天我們做得到 這個重環是一天火車回來 它是一個 未來在三十年五十年 都不可能會改變的事情 所以不要拿下來 為什麼 你拿下來 你真正的火車回來 那我就完了 因為社區 真正要的不是那個 車站有火車回來 因為我們的站太小了 它不能足以影響到 別的地方為什麼要來 但是我們的產業 就是要透過這個 有點切換 那個切換就是 永遠的驗景 這個驗景讓它 牌子這十個字 掛在那裡 永遠都不要卸下來 然後下一代看到 因為它沒有打拼 所以要再打拼 相信一天火車會再回來 這個動力就是 我隱藏在我內心深處 為什麼我要查 這十個字的意義 如果是火車回來時 我來路客家生氣 大家感受是什麼 台灣故鄉人情味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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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